让好多婆婆妈妈很伤心的公言促出包后呢 因为有七成的市占率 上个星期爆出代工厂 大纯食品公司混入了过期品 但是呢却在事发好几天 大安公言的董事长终于出面哽咽道歉 保证呢可以无条件退换货 但是被执意代工的公司董作就是姐弟 这事前到底值不值勤 对 社会大众 诚挚表达 12万分的歉意 三度鞠躬道歉 公言屋出包 事发过后第五天 大安公言董事长徐家旭才正式出面 更严保证出问题的11项商品 都可以无条件退换货 消费者也可以电话或网络等方式登记 本公司将派专人到府 办理退款或换货事宜 看似诚意满满 不过话锋一转也同时喊冤 卫福部公告需要下架的11项产品中 只有工研乌醋跟豆瓣酱等五项是出包的大纯代工 其他都是大安公言自行制造且检验合格 试图切割两家产品 只是大纯食品与大安公言两家公司的董事长是姐弟关系 大安公言会完全不知情吗 事实上是关系企业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经营团队 那这一些的一个做法 我只能说我们公司的产品都符合国家的一个认证的标准 另一方面新北市卫生局也到大卖厂突击检查 是否有去年1月到今年4月21号制造的问题产品 目前大纯食品已经被勒令停工 要提出改善报告才能再复工 只是这次风暴爽爽重创大纯与大安公言的商誉 而且大安公言董事长出面道件 却提不出未来要如何制作 让消费者安心的产品道件诚意 不免令人质疑